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 想到母亲 我心里是满满地感恩的 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 来形容母亲的伟大 想象住在座的所有的母亲们 你们节日快乐 你们辛苦了 我知道有些姐妹 她一生没有孩子 或者说有些姐妹 她不打算生孩子 但是你们有慈母的心 你们关怀照顾 你们身边的年轻人 你们是属灵的母亲 也祝你们节日快乐 还有些姐妹 虽然现在还不是母亲 甚至还没有男朋友 但是准备做母亲的 也祝你们节日的快乐 刚才唱到一个那首诗歌 游子吟 现在很多人 很多的母亲可能并不需要 每天或者常常给孩子缝补衣服了 可是母亲的慈爱 仍然体现在各处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有关母亲的漫画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位妈妈呢 活孕 生下孩子了 很辛苦 就盼望说 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了 妈妈心里就踏实了 孩子长大一点了 有盼着说 孩子上学了 妈妈就松口气了 孩子上学了 还不是那么回事 松不了气 有盼着说 孩子上中学 妈就解放了 上中学 孩子越来越 好像似乎不听话了 说等你懂事点 妈就省心了 然后高考来了 说等你高考完了 妈就轻松了 上大学了 上大学了 终于 还说等你毕业了 妈就放心了 然后又盼着说 等你上班了 妈就高兴了 然后呢 女儿终于要结婚了 说等你结婚了 妈就安心了 大家说 这位妈妈 以后会安心吗 不会啊 不会 等你有蛙了 还不是要老妈出马 妈妈 真是 只要妈妈 还在世上活着 不管年纪多大 她总是要操心 关心 照顾自己的儿女 世上是妈妈最好 在我准备 这篇讲道的时候 我的好太太 燕丽对我说 母亲节讲道 你可千万别 要教训母亲啊 我说 我哪敢教训母亲啊 我说我赞美 还来不及呢 圣经中 有许多榜样性的母亲 我们从知道说 有萨拉呀 有拉结呀 有哈拿 还有新约里边的 主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提玛太的母亲 有尼基 她的外祖母 罗伊 等等 就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母亲 她们按照圣经的教导 养育自己的孩子 也是按照圣经的教导 来关怀 培育身边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下面要讲的 都是按照圣经里边的榜样 我们身边的姐妹的榜样 包括我自己在生活中 有一些体会和失败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而且呢 很多地方也是对父亲讲的 所以说这个题目叫做 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三四五节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三四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那么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其实呢只有五节经文 很短 但它有一个小标题 叫做所罗门的上行之诗 应该是所罗门做的 或者是类似于所罗门所作的那种诗篇 上行之诗 是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 要唱的赞美的诗歌 以色列人每年有三次 是必须去圣殿敬拜的 是于玉岳节 五旬节和祝鹏节 我们知道 以色列的地理呢 是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 所以说我们在圣经里面 常常看到说 上耶路撒冷 下约旦河 当他们上耶路撒冷 去敬拜的时候 他们是一路的爬坡 上台阶 所以说这些诗歌呢 叫做上行之诗 有的时候也叫做台阶诗 那么在诗篇里边 一共有十五篇上行之诗 是诗篇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 一共十五篇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个范围 城市 房屋和家庭 并且呢 神要借着诗人断言说 如果没有神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枉然的 诗人在第三节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害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怀孕 生产 为人父母 是神起初创造天地 创造人的时候 所定的旨意 儿女并非我们努力的成果 而是神赐予了礼物 在圣经中 当谈到产业的时候呢 提到了有三种产业 第一种是 我们 人 基督徒 是神的产业 这是在诗篇三人三篇里边讲到的 第二种是 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碑中的份 第三种 神赐给我们物质的财产 房子 汽车 还有我们的儿女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我们做父母的 应该如何管理儿女 这份产业呢 我们都知道 在马太福音 所记载的 一千两 两千两 五千两的故事 那领受了五千两 和两千两的仆人 都为主人 各赚了一倍的利息 而那领受一千两的仆人 什么也没做 只是把那一千两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主人 这个故事 讲的并不是说 这三个人赚了多少钱 而是他们是否忠心 对五千两 两千两的仆人 这个主人说 你们是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相反呢 主人对那一千两的仆人 说 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神将孩子托付给我们 有一天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是要在神的仆人 是要在神的面前 交账的 我们会是呢 又良善 又忠心的父母呢 还是呢 又恶又懒的 一千两的夫人 神明记里边 提到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引擎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在新约里边 主耶稣也在此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许多年前 我听到 我看到 或者我认识 这样一位姐妹 她平时呢 并不把孩子 带到教会中间来 她说 孩子是否信主 是孩子自己的事情 孩子长大以后 自己决定 我很难理解 这位母亲 为什么会这样想 如果我们基督徒 相信福音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祝福 我们怎么不能 我们怎么可能 不把福音 尽早地 传给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做父母的 神赋予了我们 一个重要的责任 就是在福音的音点中 养育孩子 诗人在第四节说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贱 古代的以色列人 三十岁四十岁 也会称为少年人 圣经里边是这样说的 那贱呢 在古代 是打仗的 有力的兵器 这个我们都很知道 《三国盐役》里边 诸葛亮曾经草传借剑 那不知大家是否想过 诗篇作者在这里 为什么会用一个 勇士手中的剑 来形容儿女呢 为什么没有说 孩子是 奴夫手中的工具 厨师手中的吹具 或者说 姚将手中的器皿呢 当然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我想 圣经作者在圣灵的末世下 他选择用勇士手中的剑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 两千多年前的以色列 其实就是在今天 以色列是位于 外邦列国的包围之中 他们要为生存而战 他们需要勇士为国而战 即使在今天 在今天这个后基督教的文化环境中 忠心于神的父母 也是勇士 只不过 我们现在打的不是 这种刀枪的战 我们打的是福音的战 是属灵的征战 两年前 他要两年前 我在网上看见一则新闻 讲的是说 一位母亲活孕了 她知道这个孩子是男孩和女孩 可是呢 她决定 她要把这个孩子 作为一个中性的孩子来养育 她不会给孩子穿男孩衣服 或者穿女孩衣服 她也不会告诉别人 我是男孩是女孩 她甚至给她的孩子 起了一个名字叫 中性的名字叫 Zo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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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希望说 这个孩子 她自己以后可以选择 她是男是女 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是非常的震惊 我觉得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呢 那么前几天 我又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想去这个故事 想去这个新闻 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哎呀 我一查呢 吓了我一跳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如何中性养育孩子的网站 这个世界呢 真是深深地提醒了我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离神远了 我们每天都有熟练的争战 这个世界是在和我们争夺下一代 如何教养孩子 是个我们不得不打的战争 神给我们父母的一个特别的托付 就是要在家里面做传福音的勇士 大家可能看到这一对双胖胎 抢奶嘴的一个视频 一个孩子有奶嘴 另外一个孩子没有 他就去抢 抢过来就高兴了 被抢了就大哭 大哭了 然后再去抢 抢完了以后 自己又喊在嘴里边 被抢了又开始哭了 这个争抢反映的是 人的自我中心的罪性 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 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 使人不再受罪的捆绑 而福音的影响 在孩子最小的时候 年龄小的时候 是最有影响的 是最大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历士多德 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 给我一个七瘦以下的孩子 我可以还给你一个伟人 那在美国也有一项调查 是说在美国的基督徒中 有85%的基督徒 是在4到14岁之间信主的 那么在15岁到30岁之间信主的 只有10% 那30岁之后信主的 就是仅仅的4%了 这是信主的状况 那另一项研究发现 就是这个年龄 与信主的可能性 当孩子的年龄 在5到13岁的时候 他有32%的可能性信主 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 是可以信主的 当这孩子在 14到18岁的时候 他信主的可能性 就只有14%了 当孩子19岁之后 离开了家庭 他们信主的可能性 就仅仅是6% 在我们教会的学生团契 ACCCF 我们今年呢 有十几位正常参加团契 参加主入敬拜的年轻的学生们 这其中呢 有五位呢 是在美国读的初中和高中 他们住宿的家庭 都是敬虔的基督徒 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那这五位弟兄姐妹 他们都认为 他们的信主得救 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他们的寄宿的家庭影响的 团契里还有三位小弟兄 他们也是在国内上 初中的时候 就因着父母的信仰 而信主 我们也刚才提到说 提摩太信主 是受他的母亲 尤尼基的影响 尤尼基信主 是因为他的外祖母 罗姨信主带来的 母亲对孩子的爱 是方方面面的 其中最宝贵的 就是尽早地把福音 传给子女 由神来掌管 带领他们的一生 这是最大的爱 如何把孩子 带到神的面前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建立和行使父母的权柄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 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都是想自立为王的 都是自我中心的 我们常常听到孩子们说这样的话 我不想吃饭 我不要睡觉 我要看电视 我不喜欢看这个 我不喜欢穿这个衣服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等等 感谢神赐给我两个小孙女 这些孙女呢 确实可爱 我觉得两个礼拜以前 徐牧师说 他的这个 我二孙女的生活 他说是超可爱 那小孙女确实可爱 那我的小孙女 还不到两岁 他的国语呢 能听懂很多 可是说呢 只会说 爸爸 妈妈 爷 奶奶 这几个简单的词汇 英文更是不会了 可是有一天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要从他手里 拿他的勺子 他冒出一个 含含糊糊地说 No it's mine 哎 爸 我吓了一跳 他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呢 所以这些事情都很小 看上去 对不对 孩子要这 要那 都很小 可是 他后面反映的 却是自我 是蔑视权柄啊 虽然说他们并不知道 权柄是什么 神创造的宇宙万物 是有次序的 我们在世上 要顺服呢 执政掌权者 在教会里 我们要顺服 牧长的属灵权柄 在家里 我们要顺服 父母的权柄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 父母要和孩子做朋友 这话对不对呢 对 然而 无原则的平等 没有边界的相处 过分的宽容 不但让家庭的秩序出现混乱 也丧失了父母的权威性 也会让孩子错过了 被父母管教的 最佳的时机 证言里边 有许多管教孩子的教导 十九章十八节说 趁有指望管教儿子 你的耐心不可认他死亡 那还有其他的经文 有很多 提到了 用管教的杖 当然我们要知道说 要注意说 这里的杖打 强调的是管教 不能随便地 用棍子 来 这个 体罚孩子 第一是不对 第二 你可能是犯法 都知道 那父母的权柄 表现在许多的方面 其中一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 家庭的生活 是要以福音为中心 是以教会为中心的 而不是以孩子的喜好 为中心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 孩子的功课太忙 就不让孩子来团企 来教会 父母应该在这方面 建立和行使权柄 而这个权柄 应该是慈爱的 始终如一的 是基于圣经的 是以福音为中心的 我们一家 是在2000年的4月 来到奥斯丁 也从那个时候 去参加奥斯丁华人教会 那个时候 我的儿子呢 刚刚12岁 但是来美国呢 也只有6个月的时间 他那时候小小的年纪啊 就自称是无神论者 我们去教会 他说哪有神呢 感谢神 我的好太太就是 常常会为儿子祷告 并且呢 我们从来不会错过 礼拜五的诱使 时间 也不会错过 礼拜三的教会的时间 那感谢神 儿子呢 在03年 5月就信主了 那儿子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他来美国时间很短 这个语言就比较差 那我们呢 有错误了 给他升了一级 给他升了一级 所以语言方面呢 就更差一点 所以上学就比较累 那时候我还有点心疼 我说哎呀 儿子晚上学习很晚 他在家睡觉吧 但是感谢好太太 他这方面呢 比我坚决 他常常对儿子说 圣经教导我们说呀 你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剩下的这一切呢 神都会加添 他说你去教会 神会赐你智慧呀 让你事半功倍 所以说我们也从来 就没有错过 教会团体的时间 感谢神 的确呢 我们孩子呢 学习 不但没有问题 还学得很好 上大学也上得很好 现在做医生 我想就是说 当我们自己愿意 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是会赐福的 不单单是学习 也是更是养孩子 在上大学之前 就养成一个 上教会的习惯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说他上大学 他会离开教会的 那也正好 我们儿子是在Ut 我们后面 还有很多故事 就是说 我太太祷告说 你来Ut就好了 把其他学校的门都关掉 我们儿子本来申请了 这个Rice 收到了这个Rice 拒绝的信以后呢 他告诉 我们先看了e-mail 他给儿子说 儿子 Congratulations 收到Rice的e-mail了 我儿子以为Rice录取了 他说没有 Rice给你reject 但是说 他上Ut 他上一个honor program 然后呢 他也参加ECC 他也做Ut's counselor 那他在我们的眼前生活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眼前生活 真是神祝福 神赐福给他们 好 那么行使父母的权柄 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地 用我们的父母的意念 来管辖孩子 一部所书六章四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养育他们 主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半 带了十二个门徒 这些门徒常常犯错误 但是主耶稣 从来没有对他们发火 主耶稣总是包容 劝谏 鼓励 我们做父母的 也要像孩子 也要像主耶稣 一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但是这容易吗 不容易 因为我们每一次 在孩子身上行使权柄 我们行使的是神的权柄 我们每一次行使权柄 都应该把神的慈爱 神的恩典 神的美好 彰显出来 都应该把神的权柄 彰显出来 慈爱 带领 救赎 智慧 忍耐 保护 饶恕 等等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想再重复一遍 父母对孩子的管教 是向孩子彰显神的权柄 不是父母的 个人的权柄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失败 就是在儿子上 刚刚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年轻人都是 开始戴耳机 一边学习 一边听音乐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 这怎么可能呢 学习就要好好学习 怎么能戴耳机呢 说有一天呢 我和儿子从教会回来之后呢 儿子就在房间里边 戴耳机学习 那是我太太在 中文学校教中文的 她就胡家比较晚 说我看到儿子戴耳机 我就说不行 我说儿子你把耳机摘下来 她说我戴音乐 听音乐学习很好啊 那我就不同意 两人争起来了 最后我把儿子耳机给扔了 那两人就争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不欢而散 那这个事情显然我是错了 我是滥用了父亲的权柄 对不对 是惹了儿子的气 感谢神 神这个提到说 神赐给我们两个孙女 那过去两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的大孙女 名字叫呱呱 曾经在我们家住了一年的时间 礼拜五 礼拜天晚上来我们家 礼拜五回自己的家 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 不是一个好爸爸 所以想这是个好机会 我可以学习如何做父母 做家长 也是来操练自己的生命 他真的是从呱呱身上 学习了很多的功课 我们每天要祷告 睡觉以前祷告 所以说呱呱从小 其实就刚刚三岁 他就知道了祷告了 他有时候摔倒了 摔疼了就开始哭 后来就说 爷爷你替我祷告祷告 我就跟他祷告以后 他自己就不哭了 自己很不哭了 那有时候 有一次呢 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刚刚祷告 他突然抢过来说 爷爷我祷告 我们都很高兴 有surprise高兴 他祷告就一句话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 丰盛的午餐 或者晚餐 阿们 他每次祷告呢 就半年多 就得一句话 那后来我们教他说 你应该感谢这个呀 感谢那个 感谢奶奶做饭呀 是这样的 那还有我们这个小孙女呢 她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小女孩呀 喜欢穿那个漂亮裙子 喜欢看那些电视 那个迪士尼的一些电影 灰姑娘呀 美人鱼呀 白小公主啊 看到一个我以后就说 爷爷 我长大了以后 我要嫁给Eric 我要嫁给这个王子 嫁给那个王子 好太太就赶紧抓紧机会教育她呀 说对呀 王子很好 但是你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公主啊 然后那个王子是别人的丈夫呀 你不能嫁给他呀 你要嫁给自己的王子啊 所以从小就要给孩子讲这个正确的观念 让他们自己 要做自己好的公主 再教导他们 所以这个教导是一点一滴的 一点一滴的 那光光犯错误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会不高兴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光光 是非常有情商的一个孩子 他看到我不高兴 他就说什么呢 爷爷我爱你 爷爷你高兴一下 他一听他有话以后 我马上就笑起来了 对不对 谁还会生气呀 不过这样让我提醒我说 我做爷爷的真是要耐心 要耐心 孩子犯错误是正常的 是我们要包容 那有时候他又长大一点了 我在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会换一种说法 他笑眯眯地对我说 爷爷 You are a good guy 说爷爷你是个好 你是个 哦不不 You are not a bad guy 说你不是个坏蛋 我听了一听 我就心里很奇妙 说这个孩子从哪里学这些东西呢 那我赶紧就是笑颜开竹 我说我要做一个好爷爷 做一个好坏 不要做个坏蛋 说个好蛋 有时候我们有学习 用美国这个学校的方法 来教育孩子 就会鼓励他 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 或者孩子不敢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他说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那这个方法还很正确 这次很有效 他很多室友 他比较胆小 他就不愿意做事情 那你就陪他一起做 陪他一起做 说You can do it 然后他做了以后呢 他就高兴地说 I did it 这个鼓励很重要 可有时候呢 你看到孩子犯错误 或者不敢的时候 你还是着急 他有一次呢 本来骑自行车 骑得挺好的 突然就不骑了 怎么劝他也不骑 我就很生气 我说怎么搞的 这孩子突然不骑自行车了呢 后来知道说 他有一天是摔倒了 可奶奶出去骑自行车 摔倒了 他就再也不敢骑了 那这时候就知道说 这个做爷爷的 要操练耐心 包容和这个 与孩子同行啊 对吧 那你开始跟他 推自行车走 然后呢 你扶着自行车 陪他骑着走 然后呢 慢慢地松手 还说 你可以骑了呀 他就开始自己骑了 又开始说 I did it 所以说 要让我们做父母的 真是需要耐心 包容 与孩子同行 好 这些很多故事 那我一想到 我们开始放的那些幻灯片 那个妈妈 从怀孕到生孩子 到上大学 到结婚 她是一生忙碌啊 不但忙碌 她还很操心啊 很担忧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这个孩子 这个母亲 他的生命中 他的生活中 少了一样东西啊 少了什么呀 少了神 少了祷告 对不对 少了神 少了祷告 祷告交托 这是我们做父母 必须使用的一条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节 请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我的好太太也是常常为自己的孩子祷告 从她一信主一开始就为孩子祷告 不但为孩子的信主祷告 也为儿子的女朋友祷告 上初中就开始祷告 我当时还想 还早呢 不过后来想说 他讲得很有道理 然后祷告的时候呢 也常常给儿子一起祷告 说 这个儿子啊 你找对象呢 妈妈就有三个条件 第一呢 当然是要找基督徒 第二呢 最好是找个华人 沟通比较好 第三呢 就是长相 长相嘛 看着圣言就好 感谢神呢 听我们祷告 那我儿子的第一个女朋友呢 是在教会的团契认识的 是个基督徒 并且呢 他不但是华人 还是我们山东老乡 那当然他长得也很漂亮的 我就想说 当我们祷告求神的时候 神赐给我们的 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从小就要为孩子的配偶祷告 我们请的我们的父母们 特别是年轻的父母们 一定要从小就为孩子的配偶祷告 父母的福气 是遵行他道的人 在诗篇的一百二十七章的第五节 使人说 见代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见代充满的人 就是儿女众多的 在古代的以色列 城门口常常是人做生意 谈价钱交易 解决纠纷的地方 有一点像是露天法庭一样的 神赏赐许多的儿女 就是一种祝福 让父母可以得到保护 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可以获得胜利 然而子孙满堂 并不能保证你得福 儿女众多 也不见得会家庭和睦 所以诗篇一百二十八篇里边 就进一步解释了 并且要强调了 什么是得福的人 他说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为有福 敬畏神的母亲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儿女围绕着桌子 好像那些生长茂盛的橄榄树 我刚才讲到一个故事 说我和儿子 因为戴耳机听音乐的事情争执 故事还没有完 等我的好太太 从中文学校结束回家以后 他发现家里的气氛不太对 他就问儿子怎么回事 儿子就把这个故事 给妈妈讲了一遍 然后告诉妈妈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妈妈 说当你和别人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吵 你自己回到你的房间 关上门 你去读圣经 然后祷告 你的气一会儿就没了 你说有信主的儿女 是不是我们父母的一个福气 信主的孩子 也是我们父母的 灵命的成长的一个帮助 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 也会为儿女创造一个健康的家庭 和成长的环境 感谢神 我们教会在过去七年中 举办了六次的恩爱夫妇营 M12 先后有95对夫妇参加 这个营会 也包括为期一年的 会后的跟进 那这些人中 有结婚已经40年的 夫妇 也有刚刚结婚两年的 我们教会的徐牧师夫妇和沈牧师夫妇 他们都参加过M12 就在上个月的 不就在上个礼拜的 就在上个周末 我们教会又有四对夫妇 参加培训 成为恩爱夫妇营的带领夫妇 那么在今年的八月 我们还会举办 第七届恩爱夫妇营 我在这里特别想 鼓励那些 还没有参加过 这个营会的夫妇们 来报名参加 不管你年龄多大 婚龄多大 其实在我们的婚姻中 都有可以成长的空间 我就想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对 参加过夫妇营的 一对夫妻的见证 这对夫妻呢 本来是要离婚的 已准备好了 但是呢 牧师劝他们来 这个先生呢 也特别想来 所以这个太太呢 就勉强地来了营会了 来到营会的时候 这个太太是 一脸阴沉的 一上午也没有笑容 但到下午的时候 你看到 开始脸上出笑容了 那第二天的时候 开始讲话了 第三天的时候呢 营会结束的时候 你就完全看不出来 他们是三天前 是要离婚的夫妇 因为他们学到了很多 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 是什么 这对夫妻 他们现在是一个 非常蒙福的一个家庭 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做父母不容易 在很多地方都要操练 主耶稣 在离开世界之前 祂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我们都知道大使命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 大使命是从家庭开始的 我们对大使命都很熟悉 并且主耶稣 在升天之前 还对你们徒们说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这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讲解 如何执行大使命的策略和方法 我想今天主耶稣 假如就在这里 祂对我们再讲这句话的时候 祂可能会这样讲 你们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你的孩子身上 你的家庭中 你的社区 奥斯汀 美国 中国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再好的父母 也不能一生一世 看顾照顾自己的孩子 唯有神的看顾带领 才是最可靠的保障 但是就像我们养一棵果树 虽然说我们并不能保证着 果树能够活 或者能够结多少果子 但是我们仍然要栽种 浇灌 是非 修剪 同样的 我们父母的责任 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用圣经的教导 用福音的话语 来养育我们的子女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母亲 让我们享受伟大的母爱 但我们也知道 只有神的爱 才是毫无瑕疵 无穷无尽 是世上一切爱的源头 在这母亲节的日子 我们为所有的母亲 所有的姐妹们献上祝福 求神的爱与智慧 充满他们的心 用福音的真理 来养育自己的孩子 和身边的年轻人 当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主耶稣会对我们说 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作息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